人氣話題來看到 中國男星虎哥因為演出名導王家衛指導的電視劇 蔡潘事業高峰今天早上低調來台 準備出席在北市松山文創園區 舉辦的對話青年活動 而距離他上一次來台 是在2018年的金馬獎頒獎典禮 當時他單願頒獎嘉賓 回回六年再度踏上台灣 也讓不少影迷相當的興奮 一早就到機場接機 加油 回回六年 中國隱心虎哥終於在踏上寶島台灣 看到大批影迷特別到場接機 虎哥超親民 刻意放慢腳步和大家打招呼 他好像是這樣子 我好像是有線啊 好像是 那你線的嗎 我是在那邊線的嗎 你線 粉絲福利大放送 喊話真的好想大家 見影迷瘋狂促勇虎哥 來者不懼跟大家互動大玩自拍 提到這趟台灣型的目的 要出席對話青年的活動 但究竟要和年輕人聊什麼呢 你來看些什麼 很 創作 你很想來台灣再拍拍電影嗎 我很期待 我的幾位好朋友已經 很久沒有合作過 這次因為剛同學了嗎 太敢了 我這次幾乎沒有 沒有適合理 但究竟要你給我站住 你有情有義 可是你為什麼就沒腦子 中國一線男性 虎哥演過無數個經典角色 不論是狼羊榜中的梅長蘇 或是近期討論度破表的 電視劇繁華 鮮明形象深植觀眾內心 因此也讓他在台灣 擁有眾多忠實劇名 希望他來台灣可以玩得很開心 這個大概八千 距離虎哥上次來台 已經是2018年金馬獎頒獎連禮 當時他擔任頒獎嘉賓 這回快閃來台 停留時間雖然不長 但機會難得 傳出海基會董事長鄭文彩 也積極協助相關事宜 但陸委會則表示 相關行程都依相關法令申請 也經過審查 歡迎中國演藝人員來台 分享影視從事經驗 記得綜合報導